你是谁 你是谁 你是她老婆呀 你还是她女儿啊 你就是个来历不明的女人 带了一个来历不明的孩子 你以为你是谁呀 你就是个贱妇 不要脸 你嘴巴放干净一点 你凭什么查 我要查也是警察查 轮得到你查吗 行啊 那我报警 我等警察来了 看他怎么说 报警也轮不着你报 你把手机还给我 你一边待着去 蒸好 威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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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音 好 好 好 什么意思 你觉得我半夜起来 突吃鸡蛋吗 不是 那你拍照片干什么呀 我就是看看 看什么呀 你怎么的了 从大清早上起来 我从厕所出来 你就进去了 怎么的了 担心我多用手指了 还是担心我多用牙膏了 真的不是 我觉得你这个人吧 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挺文明礼貌的 其实你内心特别看不起 我们这些大老俗是吧 没有啊 秦阿姨你误会了 我误会您了吗 我一点都没误会您 我也不知道你是干什么工种的 但是我觉得你挺适合干特工的 不是 有毛病这人呀 昨天也显得挺早的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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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去买菜去 等那位醒了照顾一下啊 嗯 嗯 哎呀 哎呀 你出来的时候能不能弄点声 老飘过来怪吓人的 伯母还没醒呢 没醒没醒呗 他又不上班 啥时候醒了啥时候起多好 不正常 我喊他他都不醒 怎么不正常 哪儿不正常了 你喂他吃什么 我 什么意思 你话给我说清楚了 你刚说什么 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你能不能不拐弯抹角的说话 啊 你个小丫头骗子 来了你就找我的茬 怎么的了 还天天的盯着我 盯着我干嘛 我一个伯母 除了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 我还能干嘛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现在伯母这么吵他都不行 我就问你 这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 我知道吗 我应该知道吗 我是医生吗 怎么的 我还得为了这个 特地考一个医生的执照吗 那行啊 你把你的包冲去都打开 让我看看啊 看看里面有没有违禁的药品 让你看看 你是谁 你是谁 你是他老婆呀 你还是他女儿啊 你就是个来历不明的女人 带了一个来历不明的孩子 你以为你是谁呀 你就是个贱户 不要脸 你嘴巴放干净一点 你凭什么查 我要查也是警察查 轮得到你查吗 行啊 那我报警 我等警察来了 看他怎么说 报警也轮不着你报 你把手机还给我 你一边待下去 我告诉你啊 我可是孕妇 要是我有三长两短的话 你吃不了兜就走 别吓唬我 我一点都没碰你啊 你一边站下去 怎么啦我 喂 齐先生 你赶紧给我回来啊 我告诉你这个家伙待不下去了 赶紧回来结工资 要不然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 离我远点啊 我可没碰你 别跟着碰瓷 行了 那既然你都回来了 咱们就把话说清楚了吧 就是这个女人 污蔑我 说我给老太太投毒喂药 害得她睡不醒 还要报警验毒 我是一个有职业道德的保姆 我其后没做了这么多年 我从来没受过这种冤枉气 啊 要不是我有职业道德 我大光子抽死她 我告诉你 你都不知道我文武双全你 啊 哎呀 那个 那个 这事说清楚了其实就行了 说什么清楚了 说什么清楚了 咱不做了 行不行啊 有她没我 有我没她 啊 反正她肚子里还还是你的孩子 就这么着我走 不是她也不太了解 刚来我们家 老太太状况她真的是不了解 齐先生 我们做保姆的嘛就是这样 你说在谁家做吧都是做 啊 干得开心了我们就干 干不开心了我们就走 你说哪有这样的像盯贼的似的盯着你 我可受不了这冤枉气 行行行行 我知道了知道了 那我跟她说说 说说行吧 你跟她说得着吗 是她发我工资 是你发我工资 啊 再说了就这种人 三天她就敢污蔑我投毒 还要报警 你算哪个儿从啊你 难道不是吗 这伯母前几天都是好好的 七点钟起床 可是今天呢 我去叫她的时候她就是不行 眼睛珠子瞪了几下以后也不起来 这是正常的睡眠吗 这吃了安眠药才会这样 放什么狗粗屁 她是个病人她这儿有问题 你这儿也有问题吗 一天到晚你自作聪明你 你不用脑子想想吗 啊 她儿子星期六星一天回来 她高兴的 她高兴大劲了 星期一她多睡一会儿 她不想起床 你不是叫不起她来吗 你跟她说你要拿针杀她 你看她起不起来 那你一开始就应该告诉我呀 你要么就是在误导我 要么就做贼心虚 谁做贼心虚啊 谁误导你 我干嘛跟你说啊 晚上赶着跟你说 你防贼似的防着我 我像你那么贱 我主动找你说 结账 知道知道知道 妈 伯母 妈 醒醒 妈 妈 妈 这是怎么的啦 滚过去了 好啊 来来来 拿个冯一针 我扎她人中我 要不要扎人中啊 送她回来了 你回来了 对对 回来了 回来了 你帮我把衣服穿上 我出去跟她聊你 嗯 帮我 我帮你把衣服穿上啊 来 这个 这个小何吧 她 年龄小 不懂事 你是 我们就好聚好散吧 好吧 你别 您别这么着 我 我替她跟您道个歉 齐先生 其实啊 咱们都心知肚明 不光是她 对我不放心 其实你 对我也不放心 我理解 做保姆的 干的人家多了 见的也多了 对吧 有这种病人的家里面 都有这种担心 很正常嘛 担心自己看不见的时候 保姆虐待她啦 对她不好啦 她又说不出来了 是不是 但是呢 我也说了 我这个人嘛 就是这种性格 开心了 咱就干 不开心 咱就不干 我啊 受不了这冤枉气 所以说呢 啊 今天咱就 把工资结了吧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就你也给我那点工资吧 你一时半时啊 你也找不上个人 对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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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